大家好 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相面向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来看这个女士的手相 整体手相是不佳的 食指少肉 指尖跟指根一样大小 没有形成什么 食指尖尖手如竹笋 越往手指根部越粗 这种格局就非常好 这个是手尖跟手根 都是一样大小 手根竹竿似的 非常的辛苦的命格 身体和婚姻上问题比较多 财少身子弱 丈夫也不体贴 甚至嫌弃和埋怨 不能帮助到她 也是比较容易 以离异收场的一种格局 生命线末端倒闻也比较严重 容易吃两家饭 我们看这个 这个如果是把握的好 也有婚姻的机会 自己注意事业运势还是比较差的 这个事业线比较浅 比较淡 同时在前期也是比较波折 事业方面不明朗 加上手上 花钱也是比较多 这个 这个手指漏缝 而且手掌心平坦 工作 这个 花销比较大 工作变动也比较多 自己要注意 这个早年 中年都不太好 到晚年的格局 还是不错的 我们再看这个 这个是五指短小 说明此时脑袋 不灵光 做事 笨手笨脚 缺乏生存的技能和本领 年轻的时候呢 挣钱少 生活呢 比较拮据 五指头 过于圆 过于大 说明一生劳碌 工作反重 浮原浅薄 往往是没有轻浮可想 拇指过于粗大 特别是 指头过于粗大的人 一般都是偏劳碌的命格 好了 有关这个手掌特点 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待会儿 感谢观看